截至6月份,全球81个运营商部署了5G三用网络 覆盖了大概占全球GDP72%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欧洲、亚太的一些主要的经济体 目前全球5G用户也已经超过了9000多万 已经部署了超过70万个基站 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超过150万基站 全球5G的部署 一告一告一告 我们下一阶段的重点是 发展行业应用释放5G的红利 今年的7月3号 3GPP的R16标准正式冬结 将进一步加速5G行业的应用发展 5G的商业成功 不仅仅是连接5G计算 语音、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技术 地次性的汇聚在一起 相互处境 华为将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场景化的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实现三页成功